这个世界会好吗 这是1918年的时候 一位父亲向自己年仅25岁的儿子 抛出的最后一个问题 他的儿子正是当时在北大任教的梁树明 梁树明给父亲的回答是 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三天之后 父亲梁继留下国姓不存 我生何用的遗言 自沉于积水潭 陈独秀 梁启超 徐志摩 纷纷发文表达钦佩 父亲的死促使梁树明一生都在以儒学 求索中国问题的解决 被国际学者评价为 中国最后一位大儒 梁树明性格独立不羁 曾放言三军可夺帅也 皮肤不可夺制 他曾与胡适 陈独秀等人激烈论战 风骨刚硬是他最显著的标签 我不是一个书生 我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 我一生是拼命干 这个世界会好吗 我们也许会从他们的家里找到答案 一起欢迎梁树明的长孙 梁亲人 在您的印象当中 爷爷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外头可能人家觉得他是一个什么大家呀 一个很刚毅的人 其实他给我们的那种温暖也很直接 打开记忆的时光瓶 对您印象最深的话是什么呢 应该是祖父讲的一句话 我埋怨你没有意义 这句话是怎么来的呢 1984年的三月的一天陪老人一起吃晚饭 祖父呢有一个习惯 就是晚上呢一定要有一碗素的青菜汤 他拿那个汤匙盛了一勺之后呢 他就对保姆讲 他说还请你给我加一点开水在里头 这个保姆拿那个开水瓶 放一些开水在里头 那祖父呢又成了一条羹 又跟这个保姆说 还得请你再加一些开水 那这个保姆嘴里有点嘟囊 说你这个好好的汤怎么来回加水 也不好喝了呀 对 但还是去把这个开水给他加好了 那没想到呢 这个保姆刚落座 祖父又说还得请你 保姆就开始比较抱怨了 犹豫了加了一下以后 他又拿自己拿这个条羹 盛了一勺他长 长的时候他就叫出声来了 就说呀闲死了 我糊涂了 我大概放了两次眼 然后就说 老先生你怎么不告诉我 爷就说抱怨你没有用 我把这个汤弄得能喝了就行了 那保姆就很不好意思 说我要不要给你重新做 祖父说不用了 要吸福 要珍惜东西 爷在这种情况下 他始终是面向问题和问题的解决 而不是去在那抱怨 特别在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 他怎么说好像都是占理的 但是他还是这样去做 这样去包容 可见爷爷的心态是非常宽容的 祖父有一种大的情怀 而不是在一些细节上去纠结 家父叫梁培宽 叔父叫梁培树 他起的就是儒家非常倡导的 就是宽和树 一直用这个去教育家庭 教育自己 他自己曾经讲过 他的父亲对他就是很宽放 所以像我们家里头的这些教育 都是很宽放 叔叔属于比较活泼和调皮的 一会儿抗战起来了 那边说少年军校招飞行员 他去要求报名 我祖父说也可以去 但是后来体检给他淘汰下来了 然后反正就是不想念书 特别是小学念完了以后 一直不想念书 一会儿干这个 一会儿干那个 祖父虽然一直对他很关注 但是没有比说要求他怎么样 或者限制他怎么样 叔父后来经那个友人劝 然后重新回去读书 在这个过程当中 祖父一直是把主动权给孩子 他特别反对强人从我 那我们经常觉得 那我是对的 你要听我的 他没有 即便在叔父这么折腾的情况下 他还是只是起点 然后剩下的呢 他一直说相信人总会明白 总会能够想清楚 这种状态下呢 家里的那种宽放 包括像宽束的这种东西 它是一种无形的存在 那您的爸爸在这方面的感受呢 据我父亲的回忆 祖父真正对他耳提灭命的只有一次 这次就跟他谈了三个字 就是不要贪 不要贪 对 他自己的这个贪 跟我们一般理解的还不同 看书晚了 他认为这个也是贪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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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